弄到烟叶这么大的时候 成熟以后它就会开花 开的花蛮漂亮的 今年稍早我回去 有时候还有爸爸去田里走路 拍下来这个夕阳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烟叶的花拍下来 然后这个烟呢 以前就是要烟拆下来以后 用一个很长的 这么长的铁针 用很粗的线 要把烟叶串起来 然后用竹竿呢绑起来一串 挂在烤烟楼里面烤烟叶 把它烤干 烤的技术以前没有电脑的控制 以前都烧木头的 都烧残油 我爸爸晚上要守夜 冬天我要陪他守夜 我爸爸一口烂牙 他说以前都是爷爷为了让他守夜 买了很多的蚕豆给他吃 蚕豆咬 牙齿都咬坏了 年轻的时候牙齿好啊 后来因为为他提神给他蚕豆 他说一晚上磕一包蚕豆 提神啊就给我小睡觉 要顾着那个温度对不对啊 几个钟头到来检查那个烟叶的 那个色泽够不够 湿度够不够啊 烤干以后我们就把那一串一串 一捆一捆 用一个木箱捆上去 有固定的形状 然后用牛皮纸包起来 我们就用三轮车 用车子推推推 松到我们街上 有一个购卖局的烟叶配消站 那这是我小时候 从事农业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爸爸 我爸爸很帅啊 可是我们家里 一代不如一代 爸爸今年八十岁 然后我家里养猪的时候 我要帮忙接生 那时候我小 还没念书 每天早上我念小学之后 每天早上就要喂完猪 洗完猪舌 把那个猪 那个 饲料槽里面 它会大小便 排便在那里 我就要用那个塑胶碗啊 没有戴手套不讲究的 就把它清干净 然后呢 身上都是猪烧味 然后也没时间洗澡 冬天怎么可能啊 就在猪舌 猪舌跟家里还立100公尺 弄完之后就去上学 都觉得刚开始有点自卑 真的身上好像有点异味 不过我人缘还不错 一到四年级都是学校的模范生 那个照片都会挂在中廊 那个照片里面 然后呢 我小时候帮忙接生小猪 母猪出生的时候 它会震痛 那我当然 母猪 你们大概没看过母猪生小猪 那一般小 少的话就一胎六头 六头小猪到八头 多的话十五六头 可是它的奶是两胎 前胸的奶量比较多 比较充足 下腹的奶 基本上是装饰用的 美形奶 可是呢 小猪生出来 大小不一 我们为了让小猪均衡成长 我们会把 营养不好的猪 放到前胸 给它吸多一点奶 大只的就给它放下腹 让你饿肚子 就这样子 那小猪喝奶的时候 我就跟它喝猪奶 但是我不是趴下去吸了 我还是蛮注重卫生的 我喝什么奶头 用水洗一洗 然后拿个杯子去挤 挤完我就喝牛奶 很吸 有点溫温的 那就是很吸 不是像牛奶那么浓 那么白 然后小猪断奶 我就跟它断奶 改次冲泡式的奶粉 那我当然没那么讲究 还冲泡 我们有个仓库 骨仓里面是有粘米机 里面放很多猪饲料 小猪断奶之后呢 就改次猪饲料 冲泡的 那我就是用那个勺子去 就这样来吃 就干吃这样 吃完又都会夹在齿凤 爷爷都说 你又去偷吃猪奶粉 这是我爸爸当兵的时候 以前农业时代 我们叫种田 蛮多田的 家里要养鸭 养猪养火鸡 所以我小时候 要学火鸡跳舞 我是家里的老鸭 我爸爸是张子 我们八个兄弟姐妹 我爸爸是长子 那么呢 我是长子的老妖 一个哥哥 两个姐姐 我爷爷他最疼我 我们家里有很多火鸡 人家火鸡的羽毛用途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 等一下有照片为证 我先生讲 我怎么学火鸡 爷爷每次给我五毛钱 每次表演一次就存五毛 存到他民国63年 过世的时候 我大概存了好几百台币 可是那个钱 我爷爷过世的时候 那个钱就不翼而飞 存在农户屋头 后来 我结婚的那个时候 那天晚上 我太太 从来没见过我爷爷 我爷那么早过世 他说他梦到爷爷 穿一件他什么样的衣服 妈妈说 那个就是爷爷平常穿的 唯一套西装 还有白色的Setsu 这样子 戴个他的那种帽子 那我太太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爸爸妈妈听得很高兴 说 那爷爷回来看你们 因为爷爷最疼我 我爷爷回来看随媳妇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就跟我太太抱怨说 你终于没有把我摇醒 我要问爷爷 那个钱去哪里了 这样子 因为我想是我爸爸给他用掉了 因为我爷爷过世的时候 他是在喂猪的时候摔跤 摔到头部 在医院做了三个多礼拜就过世了 所以那个整个重担 我爸爸是长子 整个重担在我爸爸身上 所以爷爷欠很多钱 买猪 买种猪回来育种 然后买饲料都要收账的 所以甚至兽医也都是 兽医来帮忙看病 帮猪看病 也都是老朋友 所以他都收账 所以我爷爷过世的时候 我爸爸就爱家爱户的 去针对这些长辈 我爸爸欠你多少钱 我爸爸就很老实 一个个去问 人家说欠多少钱也没记录 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我爸爸就去还钱 慢慢还 慢慢还 这是我爸爸 19岁结婚 我妈妈18岁 家里种很多田 爸爸去当兵海军三年 妈妈怎么办呢 妈妈就叫他回家里来 爸爸去当兵 媳妇在家里帮忙 顶替人手 好 这是我爸爸跟我妈妈 我跟我爸爸妈妈抱怨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沙龙罩 这个不是我 这是我大哥 我大哥已经过世了 七年前 53岁过世 这是我大姐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先报告 然后我下个礼拜 12月3号我要回去当 母姑 我的外甥要结婚 我的外甥呢 就是 不好意思 我的外甥呢 就是 这个 我的大姐 这个 嘴巴嘟嘟 这个我大姐 他的儿子 还要结婚了 这是我大姐 这是我妈妈 好 然后这个呢 这是我们家庭院 那个红色的圆圈 就是 从美窟里那个人是谁 那个就是阁下 本人啊 在下我啦 不是阁下 这在我们家的三合院 这个三合院还在 剩下一半 另外一半被马路开走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也是我 那个很抢镜头 那个啊 他被他遮住 那个 我妈妈抱着那个 红色圈圈 也是我 我舅舅结婚 我妈妈 我们去喝喜酒 就在我们家 走路一百 一百公尺 好 这是我们家民国五十五年的时候 三合院的照片 那这个是 这个也是在那个 舅舅老家的 那个 我妈妈说 我姑妈都说 还有我隔壁的阿姨 还有这辈子都说 我小时候超可爱的 可是我看照片 不是这样子的 我每次洗完澡的时候啊 洗了这样子 然后穿着那个白色的那种 这样那种裤子啊 衣服啊 然后就这样白白嫩嫩 然后每个都抢得到 然后我是生肖是属龙的 所以我在我们家那里 特受欢迎 每个人结婚的时候 都会找我张 张花童 懂吗 我都不想那么受欢迎 这是我小时候 看起来还不怎么样 是我爸爸 我们家以前的花园 现在都开成马路了 是我奶奶 这个呢 是谁 是我爸 这个啊 刚刚讲火鸡芒 帽子上的火鸡芒 就是我们家的火鸡 我小时候一到四年级 我念草屯国小 一到四年级 就是普通班 四年级下学 突然我们校长说 要招考一个节奏乐队 要组一个乐队 很多不晓得 学校哪里来的钱 我们那个乡乡八老学校 草屯国小还算是大 我们南投 现在除了南投市之外 最大的镇 好 我们说要成立一个小学 然后我们就成立一个乐团 然后就叫我们说 有兴趣去报名 然后呢 唱谱 看你五音全部全部被看谱 我们哪会看谱 豆芽菜根本看不懂啊 哪有这种 乡下小孩没有 可是我们就很多人去报名 甲乙秉丁物极更新 七个班还六个班 我们有兴趣就是报名 报完名以后成立一个班 好像六十几个同学 我们就成立了个乐团 学校的 那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服装 就是我们参加民国六十六年的 台湾军业乐比赛 我们成立成军才两年 第一年得到甲等 第二年我们就打败 台湾的龙头老大 台北的什么 东化国小 我们就是台湾成成冠军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 是易景荣归的 回到学校 这是我们同班同学 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糟糕 我在这里 那时候我们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易景荣归吧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回到乡下的时候 简直是 我们是坐着沙石车游街 游街 那个沙石车 我们六十几个分了 大概八台十台沙石车 那个沙石车也没清醒 你看多脏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沿路 就 坐在第二个 右边 右边第二个是我 然后等一下 我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人 这个 这个 照片 他现在在台北富邦当金控总经理 那你们为什么那么厉害 才成熊两年就打开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韩楚家都要练习的 我们第一首参加音乐比赛是 音乐是什么呢 大家都一定知道 蓝色多脑 约翰斯特老师 对不对 奥地利的 约翰斯特老师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印尼的爪哇舞曲 美国的海军军歌 因为我们要各式各样的 乐曲都要会 要有进行曲 要有舞台表演的曲目 然后呢甚至我们草伦国小那时候校长妈妈过世了 镇长妈妈过世了 我们还要去奏哀乐 那个哀乐平常我们不练的 只是为了那个特别的occasion 我们特别恶补一下练哀乐 然后 台湾省运动会在中立青春民国六十几年 那时候谢东敏当省主席 他是省主席 我们还去当乐队开场 然后呢 运动选手如果得奖 颁奖的时候 我们还要奏丛容乐 所以我们很厉害的 这个是我们 这忘记到哪里玩了 那这个 这个人是我 这个装的很 这个人是我 你看我们的头发 那个时候啊 去面试的时候 每个人都理得像猪哥亮一样 我不晓得为什么 后来发现出自同一个品牌 我的同学里面有个女孩子 他爸爸就在学校的后面 那时候还去日本宿舍 在那个大的芒果树下面一个理发店 理发店 因为说要整肃衣绒嘛 大家没地方去就都跑到那个同一家理发店去理 每个男生都理得像猪哥亮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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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上课的情况 我在这里 我们每个人要 这个 这个 我们每个人要四到五种乐器 会四到五种乐器 根据不同的曲目 比如说 我这个曲目来这一段我要吹笛子 笛子赶快拿起来 放在这里 然后该吹口琴的时候 然后高低音口琴拿起来 然后游行的时候要打小鼓啊 还要打中鼻 还要三脚铁啊 还硬硬鼓什么的 那这个是我们草屯真运动会 我们在那个看台上能当伴奏的 那这是在鹿港的民俗文物馆 穿背信这个人是我 这个是在彰化 这是我们那里的庙 这个不叫庙 叫四 叫做慧音堂 那时候民国六十七年吧 还六十六年成立的时候 我们也去当开幕典礼的乐队 都是同工啦 都没有薪水的 被我们的那个老师校长这样 abuse 博学从这个样子 在这里吧 好 刚刚呢 富邦金控总经理是这个 这个是 这个码是哪里的呢 现在二十八公里 里面那匹码还在 我每次经过我都会去评调一下 这个四十年前拍了吧 四十一年前 四十年前拍的 然后这个呢 我坐在中间 后面这个呢 等一下会出现第五个 我们那匹码 还有那时候没有什么动物保护权的感 那个观念 要不然我们会被空虐待动物 那个时候 我那个同学 我这个是富方金控的第二个 我这第三个 这个第五个这个呢 在美国 Apple 美国手机 Apple 上班 他在美国三十年了 二十几年了 对 我那个手机就是他带回来给我的 他不是送我的 我给他买的 他可以打八五折了 这在我们那个你看最抢眼那个人 当然是我了 因为我穿背心嘛 这在 这在 是在那个鹿 鹿港的文物馆吧 其实我们国中的时候 校运会 嗯 国中运动会 大概縣运会吧 还是校运 左边 都在前面 我们在大队街里 穿了绿色背心那个人说 哦 哦 一样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就是Apple上班那个 然后在马帮第五个那个 这个是我国中的时候 我们家种 还种很多田 水果 羊桃树 中间羊桃树的空气 就是种木瓜 我们就踩一踩 送到街上的什么 嗯 冰果行 那我那时候 我瘦小嘛 那那小学 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爬树 因为那个木瓜 你们看过 现在木瓜都矮矮一人高 就可以长木瓜 以前不是的 以前没有那个新的品种 以前的木瓜是要长到两层楼高 或是一层楼左右 你架体子都不见得够得到木瓜 可是木瓜 它是很脆的 它越上面越细嘛 总是中空的 很脆 所以呢 没有办法支撑太重量的人上去 那我说小 那我就全充当做那个小猴子 就爬到 架子梯子里头 还要爬上去 把木瓜摘下来 我叔叔 我哥哥或我爸爸在楼下 在那个树下接 我丢下来接 这样接 然后就木 报纸包一包 然后摩托车再到街上去买 那刚刚那一幕就是我叔叔的海洋学院的同学 下乡 从基隆回来 让我们家玩 被我们虐待来帮忙摘水果 好 这是家里的花园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 你看以前 骚包去烫头发 我不晓得为什么烫头发 我那时候念正大 我当兵之后去念正大外交系 然后住在师大路那里 师大的地下室有餐厅 也有理法部 那我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 就去理头发 理完就突然有一天想说我去烫头发好了 可是烫完头发两个月 几乎我不太敢照镜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 不过后来还觉得蛮好看的了 这个呢 我进外交部之前 我1993年进外交部 1994年吧 1993 94 对 我进外交部那半年我空档 我一个人到澳洲自助旅行 四个月 我叔叔在澳洲养瞎子 他海洋学院毕业后 南部地层下线的利害水 就不好污染严重 他就跑到澳洲打天下 他现在还在澳洲 已经30年了 那个时候我就去雪梨 去澳洲 我自己玩了半个澳洲 我跟他打工两个月 那时候是非法打工 现在叫度假打工 那时候是非法打工 打工两个月他给我工钱 然后我就自己澳洲自助旅行 四个月 除了西澳没去 Tasmania没去 我大概都去了 那回程的时候去新加坡 待了一个礼拜 就在雪梨的 家里还有一个 摩尔文 这是我的两个小 小堂弟 他们都30岁了 这是我去沐尔本的时候骑马 骑马 骑完呢 那个是一天的 跟两个北欧的女孩子 参加旅行团 我们都坐那个 便宜的旅馆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 旅游资讯 他就说你几点几分 它会开车来接你 然后就到他的农场 然后就开始一天的骑马的导游 然后要穿他们的牛仔穿的那种帆布 上面上一层牛油那种布 很重 然后带个安全帽 然后那天骑下来 那个山是高高低低 很Rocky这样子 然后又高低不平 然后又很多石头 石力啊 路不好走 高高低低 然后这样一天下来 我第二天骨头快散掉了 因为第一次骑那么久的时间的马 我很喜欢骑马 虽然骑得不好 但是那个第二天 那个大腿两只 大腿跟臀部一直夹着马 它掉下来那种感觉 第二天简直没办法动弹 这是我在Alespring Alesrock 澳洲有一个最大的巨岩石 中部澳洲最大的 世界最大的单一岩石 我去那边 正在Alespring 这个是印尼的 我在那边旅游碰到一个印尼的朋友 这个呢 这个在达尔文 北澳的达尔文 后面是印度洋 然后这是也是达尔文 一个异品店里面 他们有澳洲那种原住民的吹那种很大的 像洞硝那种很大 他们在吹的 然后这些墙壁上的壁挂石 都是他们原住民的图腾 这是我澳洲叔叔虾压场 农场里面的马 我刚去跟他每天磨 每天喂他红萝卜 苹果 然后一个月后 我终于每次一烧手他就过来 或是我一站过去他就跑过来 有一天呢 我就给他 没有马鞍 没有江绳 我就跑上去骑他 可是马很聪明 马会气生 他一上座上去就知道 你这个人不会骑我 结果呢 这个这个旁边 我是说那个农舍旁边 他住家在另外一边 开车还要十分钟 这边农舍 放很多马鞍 我都没用 鸡具啊 什么的 他有一两棵很大的樟树 那个樟树的树叶是垂下来的 我这个马小跑步 Kentor的时候 我就抓到他的马中 这样 跑跑跑 他就跑到那个樟树下面 我要躲那个枝亚 躲那个枝干 他被刮到 就从马背上滑下来 摔得我简直内脏 我觉得我的内脏 五辅内脏都碎掉了 还好 我现在脊椎有点问题 恐怕那时候也是有关系 然后就是我要回来的时候 在布里斯本机场 我婶婶跟两个小公囊 还有我表妹 我表妹去送我 那时候在墨尔本念书 她现在在关岛了 然后这个是我从墨尔本 我一路从北奥 昆斯兰一路往大宝江 然后一路坐巴士 然后从北边巴尔文 我一路坐下来做三天三夜 坐到阿里斯伯林 那时候阿里斯伯林 坐三天三夜都睡车上 睡车上 没有助理馆的 旁边没有人我就躺着要睡 有人我就靠着这样睡 然后车上就买了罐头 面包笔干 在车上吃了三餐 然后到了加油站 或者一些补给站 就上去上个厕所啊 洗手间 然后他们就换班 司机就换班 所以开到南澳阿德雷德 然后从阿德雷德又开始玩到墨尔本 然后这是我从墨尔本一路从阿德雷德做 Grand Ocean Road 大洋路 沿着那三夜四天嘛 我们就十八个人 十七个人 只有我一个亚洲人 是台湾还有一个日本人 其他都是欧洲来的 然后这个中间右边第三个 这个Peter是英国人 我去英国 我2008年到英国去的时候 还跟他联络 那这个Julie是挪威人 我们在墨尔本分手之后 有一天又在墨尔本 然后在墨尔本 我们从阿德雷德 玩了四天之后 沿路一边走一边玩 车上后面拖一个尾车 里面有冰箱 我们的三餐都在里面 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三明治啊 什么就在那边吃 然后这个 跟我在墨尔本分手的时候 拥抱了我一下 然后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我是第一次被女孩子亲脸颊 当然嘴也没被亲过 那个时候 所以呢 我都觉得 我都不要洗脸了这样子 这是我们在车上 我们两个坐在最后面 所以你大学四年都没有拍脸 没有 有啦 那时候跟我 那时候我跟我太太 还没有结婚 对 但是他 你也还没有亲脸颊 这个是直播吗 哈哈 这个是什么 因为你说你跟他亲脸颊 这个在 这个在 精确一点说没有给外国女孩子亲过脸颊 好不好 这个不能直播 我太太看到得了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大宝家的Kens 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叫Kens 我有一张更暴露的 不好意思 放在这上面 所以我选了一张 有船船的 这个是我后来去日本的 这个没关系了 这是我家里的前院 我爸爸妈妈跟我太太 是我姐夫 我们家的面包树 这个是我们家里的甜 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油菜花甜 我在英国看过的油菜花甜 比这个密集 不知道几百倍 密密麻麻 全部是变成黄的 在欧洲都是这样子 台湾的感觉比较稀落 品种不一样 这是我们家的甜 这是我去年去德国的时候 德国会请在那边 我们有一个考察团 到德国去 这是我跟女王的相遇 英国女王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她在橱窗里面 我在橱窗外面 但是我真的跟女王 见过五次面 我在伦敦六年七个月 跟她见过五次面 张晓月 张主委 我帮她拍照 跟女王的合照 有一个Chelsea flower show 你们如果上网去查 Chelsea花展 我们台湾 连续三年参加 女王连续三年都来 那是我主办的 这是我在德国的那个小镇 Constans Constans在德国的南部 这个是今年九月去 朱利滨的 我必须跟张冲曼人报告 我真的是有证据给你看的 这我九月本来要来对不对 后来没来 就是因为我九月带这个团 所以不要我说我糊弄你 这个是女王 这是我们去德国看那个 我们是能源组看那个 太阳能电厂 这是台湾目前 政府在推动 五加二充的产业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 可能今年国庆酒会 我们在台北宾馆 就是以前我的英国老板 神旅行省大使 你们都知道啊 很凶悍的 然后这是我的以前老板次长 杜竹生以前是教廷大使 他到教廷当大使之后 他皈依天主 皈依天主 他太太本来就是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后来他教宗帮他 他受洗的时候是教宗帮他做的 那时候当然不是现在这个 方济哥教徒 是前一任的 这是我们部长林永乐 现在在伦敦 去年八 八位的时候 我们走之前欢送到 这是令狐次长 令狐隆达 这是我们同棋的 中间这个女士 是我们同棋的同学 这几个都是我们同棋的同学 他现在在鼠山当总领事 在韩国 然后左边 最左边那个最高 我们大概是外交部 第一常人吧 第一第二吧 身高193 这是我们德国去德国受训的行政院班的 好 给各位看一下小朋友的照片 我在这里 然后这是我们 三年前 两年多前 同学合照的照片 我们毕业四十几年 毕业四十三十八年以后 第一次办同学会 到齐有将近四十五个吧 厉害的 这个 这是我们2015年七月的时候 然后当年2015年的十二月 我们又办了一支同学会 回到这个地方 小学的 教大礼堂 办外会 那校长也有来 还有我们的老师 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跟他先生有来 但是校长过世了 这个老师也过世了 然后这个 特别这个老师 还在 九十几岁 但是他有一点老年痴呆了 我们每年过年都会去看他 念书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大学同学 正大的同学 好 给各位献保一下 我们这三位 五骑士 对不对 这个就是 中间这个是 Apple上班 这个 就是这个第五个 马上第五个 这个是在富邦进贡当总经理 现在跑超马 跑得好厉害 马拉松 一年不知道跑一二十场游 那这个是我 这在我们草屯的手工研究中心 门口 去年年初的时候拍的 他刚好从美国回来 就是我们两个 他去年十二月回来 说过生日 我们两个就相约 到班同学做了一下 我们就说 我们去看看那匹马吧 所以我们两个在马上面 旁边就拍了一张照片 这是Apple上班的那位同学 好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英国女王 第一次我们Chelsea Florida 2009年的时候 我主办 女王要来不是说 她可怜我们 或者她想来就来 不是哦 女王要来很复杂的 我们第一次办 其实我在英国 看过很多花语展 英国有个最有名的 英国早年在大英帝国 全盛时期他们送了很多植物猎人 叫Plant Hunters 到全世界各地收集物种 我在英国的很多花园里面 看到很多台湾的原生种植物 甚至有台湾的高山杜鹃 我看的都很感动 有一个叫Wakefield 在伦敦南边 Wakefield 他号称 七、八年前我去 他号称 他已经收集了全世界的植物物的物种 来年十八了 他说2020年 2025年之前他要收集到百分之三十 我不曉得他们讲的真的还假的 不过英国这块他们是很有计划的 他们希望有一个像诺亚方舟一样 能够保持这个人类的香火 物种 那万一有什么天灾 什么将来这些物种是可以留着的 那这个呢 他们就是到去搜刮物种 所以英国为什么花园这么的丰富 这么丰沛这么漂亮 而且英国的花园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意大利花园 跟法国花园做个比较 如果你们去过法尔赛宫 或是去过这个丰丹白露 或是去到意大利的花园 他们是比较重视几何图形的拼凑 对不对 他的花园是很喜欢做这种的 叫什么 像明宫那样 或是他的结构 什么色块 是比较一块一块区隔的 他是用几何图形来拼凑的 可是英国的花园就是崇尚自然 它是有堆叠的 色彩堆叠 然后不同的植物 根据不同的季节 什么季节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色彩堆叠层次分 也许分明 可是呢 也许它混杂在一起 就是英国人崇尚自然的地方 所以他的花园造景非常的厉害 当时收集那么多物种 那么英国女王 这个照片是我拍的 在2009年的时候 有上台北台湾报纸的头条 我拍那个照片 我大概拍了二三十张 可是呢 大概就一半成功 我想我太紧张了 我手